首先它特别之处都是我的作品 没有其他人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些作品 它都是新的作品 在美国的都是首演 包括《琴枪穿乐》 它是以《琴枪》这个曲调为基础 然后创作了一部 包括现代音乐严肃的手法 然后创作了这一种中西合璧的音乐 我们就是想传播一下 我们中国华人的这个 是如何在历史中 一直到现在怎么看这个世界 因为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 然后之后才出国留学 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和对护 我们中华文化很伟大 然后西方也有很多的好的东西 那为什么不把双方的东西融合在一起 我在2012年其中演 演出了一部 我的那个是东北音乐元素的那个作品 然后里面有合唱 合唱呢 然后我们就找了当地的华人一部 然后还有当地的社区学院的部分 都是那些美国孩子一起来唱 然后到了直到拍的那个演出了 然后他们那个终于听到了那个整个的效果 然后其中有一个美国的那个女生啊 然后他就那个老师他把他的那个医名就转给我了 然后那个那个学生写到 我记得他是写到 他是说 昨天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完整的这个音乐 然后听到那个独岔 我用那个那个音乐 他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曲调 这么美 然后他说深深地打入了我的内心 然后他说这个这段音乐 我想他应该在我的脑子里永远也出不去了 所以他就是这个学生就表较了 那老师说你看那学生那个听了之后 有这么深的感悟 我就想对你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想要产生了解 这场音乐会的一个宗旨人也是 就是促进呼吁世界人民 关注我们当代这些矛盾 然后要关注我们要和平